大家好,我应微型台钻的制作者的要求,帮他做一个使用的视频,那么我在购买微型台钻之后,我自己DIY的一个水晶板的一个座,就是说里边这个水是一个循环水,等一下我教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啊,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打孔机,就是说这个微型台钻的这个 打孔,那么我呢是做绿冲石的,然后我手里边有一些这个密度一般的这个绿冲石,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边也有很多绿冲石,这都是那个绿冲石的密度一般啊,那么我在把这个机器组装起来了以后呢,我这个自己做了一个循环水,这是一个水泵,这个水会喷到这个绿冲石上面这来,然后打孔的时候呢,温度就不至于太高,这个水呢,等一下会流到下面的这个水箱,那个就不用拍了,没事,水箱里边是一个水泵,是这样啊, 然后呢,这个我也按照这个微型台钻的这个制作者的这个要求呢,也就是他的一个建议,我把这个开关呢,固定在了后边,也就是这个扎带扎的啊,比较简单,然后呢,我自己又装了一个灯,实际上这个地方呢,大家可以用那个 USB的灯,USB那种,比如说小米的那种啊,软软的那个,常常呢,可以就是说是,你随便固定在哪个地方照着这就可以了,我是有多余的,我车间里面有多余的这个灯,所以我用了一个这个灯,是我之前在别的设备上面用的,我多了,然后现在我躲到这儿,我把它固定在水平板上面,很简单,就快了一个槽,然后用那种螺丝就上上去了啊,然后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打孔,那么打孔之前,给大家拿一个这个,随便拿一个,呃,这个, 这种绿通石的珠子啊,那么一个,还有一个地方呢,大家要搞清楚,就是这个这个前面这个架头,这个塑胶架头,大家一定要换好,我是用的这个,专门加圆珠的这个架头,把它放上去啊,放到中间,然后呢,拧紧,不要拧太紧,拧太紧的话呢,把珠子给加碎啊,稍微紧一点就可以了,然后呢,还有一个地方我要跟大家说,这个180度,呃,转换的这个东西,我把它从右边, 挪到了左边,那我当我当初第一天收到这个机器安装的时候呢,它这个东西是在右边的,那么这个是可以换到左边来的啊,这个东西是通用的,又左边也有这个,呃,接口,换也很方便,两下就换好了,我把这个水一对,然后呢,大概位置,就是这儿,然后我就,呃,现在就开始准备打孔了啊, 当然我这个孔是可以两边打,我不会一次性打通,如果一次性打通的话,我另外一边那个孔会很丑 在你要打孔的时候呢,往下的时候呢,就是说接触到这个圆珠的时候,一定要慢,要缓慢的轻轻的接触上去 轻轻的不上去,然后呢,打出一个窝来,打出一个槽来了之后,再往下使劲 在往下使劲的时候呢,手要不断的往回抽,给这个碎屑呢,留一个排出的空间 要不然这个真的就会在里边卡住,就会糊,啊,打了一半,打了一半,然后180度,180度一换 继续从另外一边,碰上去的时候一定要慢 打出一个窝了以后呢,再往下使劲 好了,这样就通了,通了以后呢,不要太早的结束,通了以后要这个来回的 这样上下两次,这样把这个孔道给刮干净 这样这个珠子就搭好了,然后把它给拿下来 给给给给一个特写啊,这个孔就搭好了 好 结束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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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坊子 好 好 好 也好 好 好 无